这都是老房子 对 这全部都是老房子 以前的话就说 村民的保护意识也不强 然后就会造成老屋的倒塌 你看 像这一个地基 就是之前没有保护好的 就只剩了一个地基 这个可能也是一种警醒 对 就随时提醒大家要保护老屋 这个房子正在修复 这正在维修 哈喽 方大哥 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方大哥 你看 我给你带了三个帮手 希望能帮上忙 不是来添乱的 我们现在是这里 刚好有一栋 有个四百多年历史的一个老房子 四百多年历史 现在主要是修缮它的什么 一个是它的墙体 因为它的墙体 您就失修以后 慢慢地开始有裂缝了 还有一些就是核心 它的保护层 瓦片 瓦片 对 底下的话就是原来 粘乱叉的 从前部 对 我比较好奇是像我们修这种老房子 跟修一般的房子是有什么样的差异 它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困难的 它最困难的地方是在于 修旧如旧 因为本身它就是老房子 我们为了保存这种进驻文化 这种遗存 包括我们一些老师傅 这些老师傅都是本地的一些 原来就是老匠人 这些传统的手艺技艺是 现在想学都不好学了 对 好 谢谢 那我们就去下一间了 嘿嘿嘿 帮忙干活 不是吧 干活了 我们不是来帮忙干活了吗 我有得逞 哈哈 潘老师 你就和我的老师 你们一起来这里 停一下我们这种传统老专的铺装工艺 我铺装呢 对对对 晓菱哥跟齐龙哥 我们就上班听话 干活 好 露起袖子加油干 老师 你跟着方大哥一起帮忙 我回去准备饭菜了 好嘞 好嘞 来 慢点 这有点高 哇 来 对这种老房子其实 瓦片是最重要的保护了 要不然你水渗进去 木头就腐坏了 是的 我们现在的木头 都是有几百年的木头 所以每年 雨季来临之前 我们老百姓家家户户 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要翻瓦 所以就这样能够 把所有的雨啊 水啊 全都避在外面 就这一层 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但是瓦 在铺的时候 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什么阴面阳面的什么的 这个瓦片呢 凹进去的面为阴面 凸出来的面是阳面 我们的底瓦 就会把阴面朝上 利于它排水的时候 给往下流 利于整个它的瓦的排水 像我们的整个盖瓦的话 就是 雅面朝上 哦 明白了 哎呀 真是第一次干这个活啊 齐龙哥手艺是很顺溜的 吴齐龙出道之前 是不是也经常去干活啊 我其实我在工地打过工 工地打过工 对 对 我记得你好像 跳过砖的 小利哥尽量把距离控制均匀 均匀一点 对 至少我们的底瓦 它的重叠部位 至少重叠三分之二 保留三分之一的位置 就这样有利于排水 不容易渗水 也这样即使风比较大 台风天来了之后 也能够压得住 对 高楼地均匀 把它敲下去一点 对对对 哎 你还有筋呢 我干过这活 你干过这活 帮工脱皮啊 这个做杂活 我跟我叔叔也做过七将 那潘老师像这种修瓦 你应该小时候经常接触啊 对 过去家里边修修补补 大家都是找同学帮忙嘛 对 哎 潘老师这个气得好直啊 行吗 可以 这说明他还是寒假呀 把我的心 你的心传一传 穿一颗心颜草 穿一颗同性眼 把地球随于我们的同性眼 永远的不停转 站在齐龙哥旁边 对呀 听小林哥唱齐龙哥的歌 从小听他们的歌 有一天能跟他在一起 上房天转家瓦 老乌佩老哥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 我每一句话也没有说 小林你是真的都会啊 当然啊 开玩笑啊 从小喜欢你到大呀 太厉害了 但是你依然是这个样子 还是那么的轻生活力 我都已经老了 感觉太气人了 这个 确实 需要力量和耐心的活啊 虽然作业的方式很简单 但是你看我们铺了这么久 三个人弄这么久 也就修这么一小片 都还没有完整 哎 其实好像也还挺快的 你看你这速度 一二三三个半 我们只铺了底啊 还有上面呢 啊 对 还有上面呢 两层 那我就开始铺这样了 那小林哥 我们盖顶瓦的时候 是用老瓦来盖 哦 用老瓦来盖 对对对对 为什么 这样看起来就是老的 这样修完以后 它就修就如就了 要不然我们现在就新瓦了 相当有道理 我就说怎么 还留了这么多老瓦在这 来 我给你丢瓦 行 哇 这个汗 很辛苦吧 这个确实是很难 小妮 怎么样你们 这瓦谱个怎么样 我们正在为乡村振兴 添砖加瓦 你们别光聊天不干活啊 过去我们重视地下文物 不是地上文物 那么对传统村落 我们的老房子的重视成果 程度是不够的 小布村啊 把我们的农村农业和农民 和我们的老房屋 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小布村啊 打造得更加完美 可能观众现在看着我们这活儿 挺轻松的呀 就把瓦片一层一层 垒上去就行了 但是我现在真是深刻感受到这个不容易了 如果你们真的来 体验一次 我觉得就排两条这么长的吧 这个腰杆大概就生不起了 真的 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段小萨梅来参与吧 她腰是真不好 挑了腰最好的两个嘉宾来了 那个上面要不要我们帮助的 不用了 快了 我们马上结束了 我们快中暑了 快了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核心是最后的收口 要收得平整 你都要收得非常平整 平整 好 我觉得你现在就像一个老屋的医生一样的 对症下药 望闻问切 要特别细致去发现没一点问题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一块瓦的不细致 可能会导致最终那个顶上漏水 如果那样的话 又得再来一次 十只毫厉没有只千里 我感觉我现在真的是有点 站不稳了 随时要重复 我们站一下缓一下 好 然后再下楼梯 行 不能下太急了 这就算完成了是吧 对 这是辛苦的一天 汗流加倍的一天 就这么一小块 我都成这样了 真的就只有这么一小片 太不容易了 哇 你想想她每年都要把瓦片全都翻一遍 是的 太不容易了 来吧 咱下去休息一会 行 小吉老师 吴老师 感谢你们 对我们这个老房改善的质责与帮助 谢谢 感谢 感谢